小梅莎这边 小梅莎这边的话 是胜场平均回合 是21回合 而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两胜一平的战绩 如果说是两胜一平 那就是6加1 7分 7分还是蛮高的 对 口算能力也很强 那个 自夸的条 暴明阵容的话 是个女儿加方寸 地府武装 普陀 这样乍一眼看 就是三峰队 然后可能是三个输出系 都藏了起来 但是它平均回合数很少 只有21回合 反正暴力队出的也是不少 但是更多的 我觉得它这个一平 还是有点尴尬的 一平 剩下的两场小组赛的话 都很关键 都怎么说呢 要不能输了 对 好像输一场也可以 但是比较冒险吧 那阵法这边的话 是两次龙阵一次鸟阵 比较常规 总经验的话 三千五百多亿 算是中规中矩 还可以的 战神写贷量的话 是90万 这个就偏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钓鱼岛的情况 好 钓鱼岛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胜率呢 是百分之百 三胜 积分的话应该是九分 平均回合数呢 是27回合 所常用的一个阵容 sorry 还是报名阵容 报名阵容的话是 女儿武装 地府補陀和大唐 这是双风 双风单大唐的一套阵容 对 确实也是一个四宝衣 是感觉常规的那种四宝衣 我像现在流行的那种三风 对吧 不过刚才我们也聊到了 钓鱼岛的龙宫的问题嘛 那我相信他的这个 替补里面肯定是有龙宫的 一个还是两个就不知道了 已经上过场了 已经上过了是吧 对 已经上过场了 上过双龙吗 那倒没注意到 他老王的龙宫是来过 那再来看一下阵法吧 阵法的话是一个龙 鸟 风 这三个阵里面 风相对来讲偏少见 对 风阵比较冒险 经验的话差不多吧 也就是三千五百亿左右的样子 对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战神 但是人带的倒是蛮高 对 这个跟小梅莎比起来 差异就很大了 但是好像钓鱼岛 每一连五神坛它都会带 都好成带这么多 对 它都不存 每个月的量 每个月都拿出来用 其实我是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 没有必要攒太多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 如果说是给你三千万 你会怎么用 因为我以前打复战 那大多数都是屌丝复战队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去攒它 然后避其功云一役 争取拿出一个好成绩 那就是集火 两千万三千万吧 赌一波 对 那这里的战神的话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 小梅莎是只有九十亿 九十万 九十万 九十万和这个三百多万比起来的话 差异性还是有点大的 对 在这个输出方面 小梅莎可能欠缺一点 再加上小梅莎可能天生 硬件上跟 旗鼓相当 战神的一个作用就有点 我是说硬件 硬件上我感觉应该钓鱼岛会偏好一点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传说中的 真正实力水平的话 对不对 我说的比较保守 偏好一点点 具体怎么样就不说了 大家就是如果说是有关注这两个服务器 了解他们的硬件的话 因为至少钓鱼岛的硬件 老王直播的时候 还是经常会给大家看看的 小梅莎可能大家了解的偏少一点 对 那我们刚才也是看到这两个服务器的情况了 稍后看到这两个服务器的话 阵法之间 前面刚才统计也看到了 龙阵是他们都偏喜欢的 然后其次是鸟 对 那根据前面的几场小鼠塞 其实我们也看出来 这一连好像风系之间 更加注重于强速度了 对 而风阵 我刚才也说了偏少见 主要还是觉得它10% 提速太少了 对 所以你觉得这场比赛 你要不要先提前猜一下 这两个服务器会开什么阵法 我觉得以小梅莎的低调呢 那感觉会开一个常规的 比较稳的那种龙阵 你觉得龙吗 其实我觉得小梅莎最好是开鸟 是吗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硬件有差距 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你如果对手硬件很强 输出很高的情况下 你如果速度能拿到一速 你能够走好控制的节奏 那它的硬件输出可能就会大打折扣了 我明白 最像小梅莎第一场 那我们这个画面的话 又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圈子 大家也要 我再继续踏广告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记得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的CC客户端 手机CC客户端APP 然后呢 在右下角会有一个游戏模板 游戏模板里面的圈子 就是类似于一个微博和一个互动的一个留言板块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梦幻西游电脑版的这个圈子的动态 关注一下我们的圈子 梦幻西游电脑版的圈子 而且呢 可以留言 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 留言出来 然后的话 尤其是要记得支持一下你们所支持的服务器 而且的话我们会在圈子里面去抽取这样的一个游戏点卡 作为一定的小小的奖励 小小的心意吧 我们看到动态 这边的话 曾经说流花湖很强势 这个叫做灵魂的 我看刀刀也参与了一把 刀刀也参与了 不知道是不是名字相同呢 而且有小伙伴说了 这个一速这一连武神坛很重要 刘花湖很强势 确实刘花湖很强势 不过 它的成绩让人 怎么说呢 大跌眼睛 我觉得别太奶它 别太奶它 后继国发 真的有点卡吗 我觉得中了点卡的小伙伴们啊 最好是在圈子里面说一下 对吧 免得搞得好像我们没发是一样 对对对 帮我们澄清一下 对吧 就是把自己的点卡卡号 发出来晒一下 对冲完了以后再晒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那些中了我们的什么精彩时刻的周边的呀 是吧 中了我们的那些 奖励的小伙伴们呢 都可以帮我们偶尔留言一下嘛 因为真的很多地方 包括大家在公平聊天的时候 都经常会说 黑幕啊 不发呀 等等的 搞得我们也是蛮尴尬的 我们如果台大气速真想给每一个人都发一次 是 对不对 好的那距离开始呢 距离比赛开始的话是大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在这两分钟的时间的话 我们只能是再继续聊一下 这个钓鱼岛和这些小梅沙了 然后刚才我们是聊到刘花湖 刘花湖暴力是暴力 但是刚才你也说到了 它成绩不稳定 而钓鱼岛的成绩我觉得是挺稳定的 16强还是没问题 是钓鱼岛的成绩 可能不过我个人感觉 他成绩虽然是稳定 但是总让人感觉好像 他肯定是会跟冠军擦肩而过 或者说跟半决赛擦肩而过的 也就是说 进16强 其实是不是大家觉得钓鱼岛进16强会感觉 对他期望值太高了 进个16强好像满足不了 钓鱼岛的小伙伴们的这个要求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小梅沙的话 这次 但是说实话 我再爆料 据我了解小梅沙目前的服战队 是当初的陈皮皮的弟弟 他的亲弟弟所带领的一支服战队 有乘船的风格在 对 因为大家关注武神台的小伙伴们会知道 当初的那支服战队的小梅沙的服战队的主力 更多的是转去了 好像转去了灵影四吧 然后 然后留下的部分的服战号 就是由小梅沙的这个指挥陈皮皮的亲弟弟 然后继续带领的 然后看一下这次成绩怎么样吧 对 弟弟能不能说是打出像哥哥一样 至少让人很吸引粉丝的一些皮皮 对不对 还有些小伙伴在公平说 这个皮皮已经回到小梅沙了 这个可能就是我消息不够灵通了 也有小伙伴说了 陈皮皮的弟弟叫做小皮 对 没关系兄弟骑上阵 是的 绰号是叫做小皮 比赛是稍微等 感觉总要让我们 就心地等待那么几秒钟 或者说是几分钟 是的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大家再稍等一下 我刚才也看到小伙伴有说 在说我那个椅子 是故意调高了 我跟你们说并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并没有调高 是我太年轻了 还没有长高 也没有坐垫 也没有坐垫 别黑 大家记得去圈子里面 去支持一下 而且游戏里面 大家也要关注一下 游戏里面也是可以去 关注的 也可以去观看的 我们的导播也是非常的焦急 感觉也就这几秒钟了 是的 我也很焦虑 希望比赛赶紧切进来 更多的还是不希望出现大课的情况 最好还是小课 但是同阵最好不要鸟打鸟 有 还好 那这场比赛的话是134年的小组赛的第四场比赛 有点热口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已经等不及来介绍对面就直接是先走了一波点杀 唯一好的一点是主阵面来看一下风系 一速有女儿 她的一把裙风把刚刚的一个法系给封进去了 那这个风中的法系可能就能够保住大唐了 但是要看一下有没有蓄密单法 是 感觉单靠壁垒应该输出不足 野兽加出来 毕竟对战方开鸟阵物理移速肯定很稳的 这场比赛的话 观战方阵法上被小课 小课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鸟阵毕竟是全队极错20% 那不加伤害的嘛 对不对 是的 哇 对面有B的工虫在 那应该少说有一两只蓄米在的 不然守卫和不至于打得这么凶 哇 倒了 好疼 看对战方宝宝都这么慢出手 其实也猜到他应该是蓄米了 对对对 而且有两只蓄米在 这个也是感觉比较关键的 如果都是壁垒的话 其实速度可能会 不会说是观战方宝宝全出手了 才轮到对面 对确实 他这两只蓄米给主持人家的压力也是比较大 不过好在所谓说点子是一个大唐 没有说是把一速给点子 那大唐想要拉起来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无论是普陀技能拉 哎好刚说的 对对对 哎这是吃了一个回商药 商药吗 商药但是商好像没有显示 这可能跟普陀的血灯显示重塑了 直接是在顶个大金 好龙公也是自保一下给自己挂一个光辉 对对 死亡公众这个骑士上线打的并不是很多 一千四 那这场比赛观战方是钓鱼岛 对战方是小梅沙 而小梅沙我们也看到小梅沙的这个家族名啊 也是用了小梅沙这三个中文字的 这个首字母 这个让我想起零影四了 零影四好像也是 L-Y-I-S 呃对 L-Y-I-S 给区里面的粉丝就有一种家的感觉 归属 代表队的感觉 嗯 真正的一种代表队 确实 而且首回合我也感觉 这样的一个名字完全打出了小梅沙的气势 嗯 无论这样BK 我能不能赢 至少在面对你好像人望很高的一个调威岛的时候 我敢揍你 哈哈哈 是不是 是的 不是叫扛揍吗 这边的话刚才是空了一下 观战方这边的一宿女儿孙没有中 那我们也看到了对战方 确实像我们赛前所分析的那样 对战方小梅沙更多的开着鸟阵可能会好一点 对吧 我也是说到了 那这场比赛也希望小梅沙真的能够开鸟阵 抢到得到一宿 呃因为从观 因为从观众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被吊一岛 直接就碾压过去肯定不够精彩 确实 我还是希望小梅沙有一战之力 那也是希望调威岛 多出现点波测 要好看一点吧 啊对啊 我们总希望一些好玩的人能被多逗一逗 那这边的话是 刘云凝智都用完了 给到对战方的一宿女儿村 那这回合 应该是观战方有一宿了 好像在刘云凝智的选择上 对战方还缺了一个 还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凝智吧 我刚才没有 没有看清楚啊 嗯 不过怎么讲 由于对面是开了一个鸟 所以物理系的一宿呢 是稳稳拿不拿 就是拿在对面的 那即便是主持人 那边风系 就是风系女儿有一宿的话 感觉也不会说是形成一个太好的 点伤对面的机会 就算拿到一宿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对大唐能做的可能也仅仅是破血 去清一清对面这几只虚迷 免得一会儿自个儿一速被点死的时候 再被这几只虚迷手势的话 那真心就太伤了 小死亡点杀 但是已经起了指人了 打脸 有点打脸 不过这个打脸如果说是没有点死的话 那感觉 还是说有点太激进了 这里是最后一刀都没有保护 这个电魂闪的宝宝想要去驱一下 直接是抗龙点 第二下没有打出暴击2100还好 这边的宝宝好像没有高尚虚迷啊 对刚才我们说过是壁垒 对对对一波壁垒 开场第一回合我们就已经证实过了 你看观战方宝宝都速度比对面的宝宝快 还是点死了 啪啪啪的响 这个打脸其实觉得挺舒服的 这也完全体现出了第二道 怎么说一个指挥的破裂 在自个的一个物理系 没有速度优势的时候 我也不怕你大行来扫我 来压制我出手 完全就是一个奔放的横扫点杀 是的 这样点杀 有指人已经是适当的去防守了 但是还是没有防住 其实在我看来是有点可惜 因为这样一个相对啪啪人的一个防点杀来讲 防住了可能会怎么说呢 会更显他的高端吧 指挥专业 指挥专业预判到位 这边是催眠点杀吗 没有没有 提前的一个破甲 感觉对面现在风系防寸杀有分身的话 那其实没有必要说是太着急来点杀主 倒是可以等到这边大堂休息状态结束的时候 那我再选择来压制您的时候 是蛮好的 有小伙伴说打脸了 这个在这个直播间 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打脸不是很习惯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我们的打脸呢 反倒是更给主持人刚刚的一个精彩操作 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点杀 做了一个很好图片 是的 不过观战方这边还是要说啊 观战方这边的点杀 成功也在于一点就是 他能够用抗龙点 对 龙弓在关键时刻感觉还是比较拼的 胆子也比较大 很稳健的用了一个抗龙 而且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 他抗龙的两下伤害是有差距的 第二下好像伤害更高一点 对 他第一下大概好像是1700 第二下的话是2000 他这个伤害是有差距的 至于什么原因你们应该懂的 这边来看一下运气真心是稍微好的密丢丢 三号位的一个关键线配做宝宝和五号位两只全神了 运气有点好 是感觉也是为刚刚的一个精彩点杀 对M也是很感动 给了一点点小小的回报 有小伙伴说如何关注主播 这个关注主播的话 记得点一下左上角的粉红色的淘心 而网页端和手机端的小伙伴们 是在右边可以点一个关注 和粉红色的一颗淘心 可以关注一下 每次开直播的时候会通知大家的 会给大家发邀请 那在这辆BK里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对面的阵容 貌似好像也同样处理一个双空系 单仆陀大康龙宫的阵容 并没有带地斧 真心个人感觉 其实这样的一个阵容 还是说带地斧会好一点 他要点 他应该是要点杀的 带地斧肯定要多点的 但是失魂出来了 直接一刀 破破了 这个感觉好痛啊 三枪的伤害出爆击我的天 已经残血了 看一下无魂 看一下无魂 我去 对我去 主石角 运气有点塞 这个无魂 但是对面还有序弥 序弥仅四号位置 感觉有灵动 1500 法联盟 死 暴击 我没有暴击 760 真的死了 大康单靠自己一个人加宝就把他给点了 你刚才说错了一点 对面有两只序弥弹发 你刚才说一只 我其实也是记得应该是有两只以上 二号位四号位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康其实还是会死的 很虚弱的 方曾山的失魂感觉立功了 对 虽然说是龙宫中了无魂 但是大康扫完以后 观战方大康升的血量太少了 对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的话也可以 怎么说替对面龙宫中这个无魂也叫个好 因为他龙宫 说不定刚刚点杀的话是抗龙点 如果他抗龙的话 那在这个点杀完成之后 他下位核是没有办法去全秒继续扩大优势 对不对 看一下对面一号位的宝宝 一号位的宝宝是不是也是虚弥弹法 刚才没有留意 也是没有留意 浩导不知道你注意到一个小细节是啥 就是我刚刚为什么有点 怎么讲有点质疑对面的志容 没有带地府的话 总感觉这个点杀 你想守住这个尸体的话是挺困难的 大康扫其实把他点死无数次 但是他想站起来的话还是很轻松的 好的 直接是暴死了对战方一号位 力批也出来了 那这样轻虚弥的速度就会非常快了 但好在是一个血的奈法虚弥 扛伤害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感觉防御并不是特别高 他这个虚弥 有些时候可能也是为了提高虚弥的一个属性 因为虚弥的伤害毕竟是需要靠加魔力点 我知道主要是看他被壁垒打 打一将近一千五 伤相对来讲打得有点多 一般那虚弥会打个一千左右 一千二左右会好一点 再或许是就是掉一岛这样的一个复战队的话 应见水平 这种血公宝宝的话应该都是追求征充20% 这个我知道了 再吃个千年给到观众猫大糖 龙宫取秒出来 鸟阵 但是顶了灵动和龙战预约以后 龙宫输出是很高的 再批 这下应该是批死了 哦 三千六 跟刚刚的伤害几乎是一样 其他几个宝宝挺贪啊 想造对面宝宝一丝双杀 其实对面也是直到自己鸟阵输出不足吧 龙宫这么早就开启龙战预约了 这也是本身就是鸟阵的一个小缺陷 一点点的小千千 在速度优势拿到的时候全阵没有伤害提升 所以即便是小客的话 那感觉也就是心理上多打出那5%的一个伤害而已 是的 那来也看一下关战方这个大唐采干枪以后 想要点谁 有配素 而且有女儿孙的精卿 是又要体现出这个点杀魄力的时候了 同样用了一个无魂 但是这个顺时而为居然是没有给大唐 他的一个感觉可能是我人可以死 但我绝对不能够中小狼 那这个大唐应该是挂了 哦 三千 这个大唐点杀也是很聪明 知道这个速度慢 怕被对面压制 所以只用一把长驱 而龙宫又是一个靠龙 四千五的一个暴击 潇洒 很稳啊 这样的点杀继续的选择用 但是这个回过头来想一想 他这个顺时而为给到的地府 对 给地府就是不想中小独 那你觉得他是想到了会被点杀吗 哦 那肯定的呀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 否则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想到 去封一个地府 对的 对的 闲着无聊吗 对的 他必中封 如果是为了防止青宝宝 那就应该是封龙宫 大家打比赛的时候 应该也不会轻易的去封一个地府 但有一些套路是什么 就是如果封大唐的话 他可能会被辅助直接水晶减开的 嗯 对 他也是防止观众方普陀有水晶之类的 对对对 即便 当然也可以说就是即便没有水晶的话 那大唐知道自个儿速度慢 我点杀的时候我踩着杆架A你一刀 你也是挺痛苦的 对不对 战术选择问题吧 他这个顺势而为其实给大唐 给地府 甚至给龙宫 其实都行 但是他选择的是给地府 他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 在这回合里面其实整个让来说的话 点杀是很有魄力的 而且是很聪明的 同时防点杀也做的也是相当到位 无魂 诶 这次是水晶了 又水晶 驱散 驱散 驱散点的是谁呢 还是要点这边有指儿的一速 很任性啊 这个点杀 不过这次是一个驱散点 我们来看一下能否成功 因为他这个没龙宫啊 大家看到龙宫踩轮子了 对 龙宫是一个休息状态 就知道你的一速是残血 所以自信点 龙宫龙战于野的 诶 混元伞还反了300 刚好反到他身上 力拼有点点贪输出 没有去跟 但是轻掉一个龙龟也不错 对 没错 说不定能造一次双杀的 这边宝宝还有四只伤还没有打完 诶 这个没跟啊 哇 那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对面女儿的剩余血量 如果剩很多的话 我觉得这个狂暴劈死了龙龟是非常赚的 虽然说是点杀失败了 当然得多 血量多的话对不对 嗯 当然是血量多 如果就剩个几十斤血没有跟 亏死了 亏死了 看录像的时候会很心痛的 确实 诶 砸了一下 这边女儿有意思是没砸死 那可见刚刚P还是赚的 砸500没有砸死还是赚的 对 P了平坎了肯定也死不了 嗯 立T会出贴理 所以P子龙龟 算是上一回和观战方很赚了 这次金星 哇 里面打特技很多 哦 刚水清完大堂 地府六立马走了个金星 诶 主持角 嗯 运气不错 嗯 打得精彩 运气感觉也是很赛 哦 龙龙龙这手群 对面没来得及顶血啊 这个易速残血的女儿就这样给放掉了 对面集中轻这个立P是对的 而立P这边也不入众望 又神 而且又能爆 对 伤害打得很高 哎 但是对面这次是有 有计划的 他就是故意不给这个的医速顶血 对啊 浩导你觉得OK吗 有点 对啊 现在有点危险啊 他刚刚吃了一个杀 就是点杀之后 应该是一个愤怒比较多的状态 死了之后愤怒是清零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人头丢的有点小可 有 有 有点小可惜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样拉起一个尸体 嗯 观战方是有地府的 啊 不过他在这个河里边 普陀是直接灭掉雪灯了 对 再加上身上有纸 保的一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堵吧 对 啊 这个龙宫也是一直保持着群秒 虽然是鸟身 三千 报了个三千 还好是刚才自在了 不自在其实挺危险的 而且 龟宫拉起以后的人的话 由于 血量太少 而观战方阵容里面有地府 这个再下回合再挂小死亡 重新再点 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打法 确实 不过关键点 还要看这边的普陀 会不会被 就是会不会被封 如果普陀被这边的女儿 封重的话 那感觉对面的异速依旧是比较虚弱的 相应呢 来看一下这次主视角 呃 宝宝这种当中应该是没有牵住手 所以大唐如果想要酣畅的出手 去给对面走点杀 难度也是比较大 嗯 不过观战方三号位 三号位是配速吗 三号位是配速吗 哦 人解锋了 人解锋 地府小死亡单挂 继续给对面异速 就是任性的点你 对面大唐怎么说 哎 没有便宜就是对面大唐 观战方三号位这只宝宝呢 配不上大唐 哦 但是比法系快 难怪 这个点杀来看对面已经残血了 它是一只比法系快的那种 变魂闪的宝宝 OK的 哇 龙弓的一个二龙气珠 哇 双杀 太伤了 这个非常帅气 太伤了 直接是立马形成 人跟宝宝一个点全部都清掉了 对不对 立马形成了一个四打五 是是是是 这个非常帅 因为它刚好也是清掉的是对战方女儿孙的宝宝 对 一波大节奏 对 这个是算是一个大的转折点了 这场比给龙弓 龙弓 龙弓发挥的真心是可以的 继续抓对面大唐 这个抓大唐 这场感觉 气人太甚 呃 虽然说是 不一定能够抢得到物理一速 但是万一拖到后期了 肯定就有效果的 是 而且现在对面的一速女儿呢 也是频频的被点死 那在自个儿本身不受对面一速风气压制的时候 就要开始关注到去抢物理器的速度优势了 这样的话如果说 一旦是自个龙阵的大唐 还比对面鸟阵的大唐快的话 那对面是包食无矣的 对面大唐被取秒着也就带走了 这个水量没控制好 是 这又一个关键点 感觉是对面的虎头被封 呃 那当然他出宝宝了 可能也就是有意识 再或者说是力不从心吧 我觉得 保不住了 这个大唐实在是保不住 通过这样的黄泉之息 观战方抢到了物理一速 不过对面大唐也是顶着这个 回速度的黑云林高倒地了 再把对面没有分身的方寸一空 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翻盘点了 对于对面来讲对不对 对观战方我刚才就在想啊 观战方这边其实好像只要保证龙弓 能够能秒出去就可以了 是 这个龙三位 对啊 国标队常规的一个打法呢 就是大唐酣畅的点杀 到更多的人头 当死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龙弓本身是秒七的 他从原先秒两个宝宝 就会瞬间变成秒三个 甚至秒四个 这样的话清场的一个能力是瞬间会变得很快 有一种所有单位都能秒得到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清场效率是非常高的 好在是对观战方来讲 好在是把对面方寸也空了 那这一回合观战方又是一大波优势了 点杀 点杀方寸也行 点杀大唐也行 当然对面感觉也不至于说是 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个比赛放掉了 那阵容当中虽然是没有带低辅 但是对面的一速方寸杉被封 会不会考虑精心给大唐回一波血 给主持人的大唐走一波点杀 对面这个方寸 更多的我觉得丢无魂可以 丢无魂给人杉 效率更高一点 会好一点 对效率更高一点 运气要好的话 只一个人就可以控住龙弓的出手了 他想 他想 怎么说呢 但是大金点了 他想用出个精心不太可能 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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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真的给对面的大唐丢了 一般在这样一个烈士局里面的时候 都会选择通过点杀 来遏制这个的烈士 好的大唐一枪扫出来 无魂并没有中 1800 两枪2500三枪 三枪 三枪来看出贴1300 敌四枪 再出贴1500 对面龙弓怎么说 主持角这个宝宝很任性 没有给大唐顶要 刺了 那这个无间地狱给对面开了 反倒给自己挂上了 对不对 挂了个坑把自己埋了 这种感觉 这波节奏感觉观战方有点贪了 对确实 小爽点会更好一点 是感觉粉丝如果说也是热情养溢的话 那在这回合的一个防点杀当中 其实公平可以考虑敲一波警铃二字的 真的我觉得这回合是对面在自己一个大烈士局里面 通过一个点杀来遏制自己的烈士 而且拿到了一个人头 这个人头是你自个地府挂了一个 无间地狱 这个有点 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判断错误 是是是 太自信了 是 因为不论怎么样 对战方大唐是 怎么说呢 物理异素了 刚才还有现场的小伙伴 一直在说观战方拿到了物理异素 确实拿到了 好像确实拿到了一两回合吧 但是对面也吃了药 这个吃了 虽然只吃了一个黑云灵膏 但是也帮对面拿到了物理异素 对面现在看下来是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通过一个点杀 把自个的一个烈士烧缓之后 马上龙弓就是一个精卿回一下面杀 自个的异素在拉起来的时候 站住了 并没有被这边的龙弓受尸 对面大唐身上虽然是罩了一个射魂 但是身上是有指的 仅靠龚宝宝就想打死我 气人太甚了吧小哥 大唐下一个回来看一下 我大不了防御 感觉 后导怎么说 这个有点难说啊 这回合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个后发肯定是出了对面大唐去的 看他血量 我觉得看他血量吧 他觉得如果说是不防都能扛住的话 最好还是出手 但是如果血量太少 而又不想倒地那肯定还是防御了 防 防是有点笑怂的哈 嗯 该怂就怂 这个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事实物者为俊杰 该怂就怂 没事 对 但是就看他血量 因为我们看不到对面的血量 如果直接 哎呦呦呦呦呦 哇哇 又是一次打脸 我的天 对 有点一点意外 是是是 我以为是包去后发对面大唐的 那看对面大唐有没有动了 对面大唐要是没动防御了 那就血亏了 浩导到时点出这个关键点真的 防键之心还是要强无医术 抓一波 打死我打死血 对面大唐 对面大唐没动 对面大唐没有防御 哇 我这个奇妙 鸟真的龙弓能打出这伤害 2800加 秒死了观战方大唐 对面大唐这个塔 我也没看懂 血量这么低 应该才止 你踩塔有什么用啊 是 即便说他血量很残 我会被龙弓秒死 但是至少你要做的东西 该做到位才行 不然普通拉你的话 那你下回来 要不要才止人呢 对不对 在面对有地府的一个对手的时候 尸体站起来 一般都是需要才止人的 也是因为我们实在是 看不到小梅莎的血量 他这个大唐这个血量 居然是去奇塔 哪怕是人给自己吃个药 也行啊 场上没有配素是很难受 对 很明显的一点也是 大唐就主射 那大唐被放 就是被压制了 他四号位试制配素啊 什么情况 刚出的宝宝吗 没有 没有 有一个小 让我想不太明白的一点 就是双方 对战双方吃药很仔细 对战双方其实吃药都很仔细的 我发现观战方一号位的立批没拦了 哦 开始选择平A了 是的 那观战方这边龙战鱼也 也挂上了 对 这回合灵动走一走 女儿村控一下对面的方寸 而观战方大唐又先站起来 那 呃 有个问题 大唐想扫 估计得人顶要了 或者是直接自在 那普陀忙不过来的 感觉大唐 呃 如果双方法顶个选的话 那大唐还是采干酱吧 因为对面现在大唐毕竟已经死了 接下来要点啥点呢 一个是普陀 另外一个是方寸和龙弓 防御都是满刀的 都是需要干酱的 没中 分身 解普陀 看一下普陀拉人吗 不拉 拉力动 对面有一只宝宝还挺关键 能比普陀快 对不对 果然是自在 大唐血量已经是来到了一个 非常安全的血线 是 但是地府是踩塔了 然后大唐 长期守施 很激进啊 干这样不踩的话 那可能是感觉自己点杀的人 已经够多了 其实杀别的层数也是蛮高的 想要守施 那贵宿孩子应该也会拉一个 宝宝拉了一个 对宿孩子是拉对面的一艘女儿 应该是 比公主摸一手 对面的雪宝宝还是蛮多的 所以这个地匹 我要紧防他一会儿 给自己顶个蓝 再批我怎么办 现学现卖 后发一波 这个后发 后谁谁是猪了 又是后谁谁是猪了 这个我觉得后宝宝会好一点吧 是吗 对我觉得后人输出不足以杀人吧 我上午跟王子赌了六块钱 后刀你要不要也赌一下 我 我求 我一般不赌那么多 我要赌就赌大的 一般五毛一块 六块钱那么多 好几 好几个星期 好几天的早餐都没了 赌不起 是的 是的 我一般只赌五毛一块 你要想跟我赌 可以赌这么多 他后发的是大唐 大唐现在来看一下 雪亮已经过半了 刚刚死过 身上奋斗 是不够剥雪的 最后如果说是 哇这边的一速是 出力之须弥 那是要破这边方子山的分身 如果破方子山的分身的话 那主事长这边 大唐至少要点几个雪 才能配合地府的小索点啊 对不对 地府现在来看一下 小索要不要给这边挂 普陀 普陀是金金 金金回雪就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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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府小索王 单挂 好果然是出息迷迫配身 还是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有一点点紧张的 因为他后发完了以后 大唐那个雪亮不够少 哦是 他可能也是自己身上有指人吧 如果没有指人 我觉得这个金金也是 不够半身以上的 对 好再是有指人 哇龙宫 哇靠 这龙宫的二龙喜珠 伤害太爆炸了 两个暴击四千 我感觉这是硬件上的差距了 是吧 法暴概率太高了 这就是硬件啊 左边两个零是发挥作用了 法暴概率太高了 但是对面小雷莎怎么说也是打的比较顽强 赶紧控一下观战方的这边的龙宫 那这样的话 这回合大唐采轮子龙宫被封 是一个非常好的喘息的机会 确实 通过刚才那个双法暴 感觉这个龙宫也应该要针对一下 要考虑去多封印控制了 对 另外抛开账PK不谈 说一个小细节的问题就是 呃 反正我个人在看到的一些PK里面 像对面这样的一种出双风系 然后是输出式国标配置 大唐跟法系的一个阵容 那这样的一个阵容的话 基本上好像就没赢 而且在面对传统的国标队的时候 也是感觉无论是点杀 还是说控制面伤等等 都有点吃力 因为你的风系即便是拿到了医素 双风系控制控制的比较磁势的时候 即便自个儿拿到再大的优势 也是感觉很难把对手给完全压得住 没有小死亡还是说挺欠缺的 这场比赛观战方这边带了蒂府 就是想点杀的 但是 其实蒂府的小死亡点杀还是挺制霸的 我们可能是心神器 让很多门派都感觉 增强了许多 给了很多指挥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诶 风特技 而且同时来看这次又是选择走绿波点杀 防止观战方蒂府这边精轻吗 而且对战方好像还要利用物理艺术 来选择点杀观战方这边的大唐 因为他头上有黑云令高 物理艺术应该还是在对面 还在的 果然在 直接长驹爆了7000 2 我以为这个点杀呢 对不对龙宫 还好没有抗龙 只用了一把单唐就点死了可以 哇 这个7000爆的 有点凶残 不过还是说 呃 怎么讲以前我们看大唐点杀的时候 就感觉如果打出这样的一个高伤害 肯定是大唐实力水平很强悍 但是当自本的队友有方本山的时候 哇 失魂 失魂有 对对对要分得一点功劳的 不报也4000 对 不报也4000 龙宫跟上 宝宝跟上应该也会死 对确实 当然对面现在好像有一个节奏也是 好像听到我质疑对面的阵容 所以要打出一波爆发 给我点颜色看看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为自己的阵容证明一把 但是这场我觉得小梅沙打得挺好的了 嗯 打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我觉得 对面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 他真的知道利用物理艺术 物理艺术而且也是把功能也蛮好的 当你对付抓捕的时候 我就赶紧给这个大唐点一点信赐药 就算抢不到艺术风 但是这个物理艺术是对面唯一能赢的点 对不能丢的 他这平坎应该也是守诗的 哦 应该是应该是 对平坎应该也是守诗的 哎呦 对面来看这次 我真心有一个小质疑点 对为什么不吃药呢 对面再给大唐点一个黑云林高 好 难道难道对面还是有龟宿宝宝在继续守诗 一万三的暴击 这个 如果对面真的是孩子手自个尸体而不吃药的话 那这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单次输出破万 拿到了武神坛精彩时刻的分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吧 单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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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伤害过万 一万三 有咱们的这个武神坛的精彩时刻 对确实确实 一万三 又很值得我们小伙伴在公平再一次的 敲一波警铃二次的表情 小弟个人感觉哈 大伙如果要刷公平的话 其实敲那个那个 这个数字是不是已经被敲烂了 我觉得作为我们梦幻西游的一个玩家 更应该展现出这个主有的一个特色才好 是不是 警铃二次 警铃三一都ok的 这个暴击真心是应该 可以让我们在公平上再一次的疯狂一波 我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小祖王又要点 但是只够平坎 龙三龙光被催眠了 这个点杀估计有点难 管道是对面 这波横扫已经是把这边的一速给扫成了残血 他如果说 哇 点了大唐秒 太赚了 他这里有一个点 观战方这边也想把对面的大唐放倒 挂了小祖王 大唐是 不够学扫 实在是不够学出手 长区应该也在cd 所以选择平坎 坎了以后对面大唐还能够扫 那我们这里就留意到的一点就是 观战方又有物理一速了 哦 这个小祖王没注意到 只是因为龙弓被封 所以对面大唐没有倒 对对对对 不对啊 我觉得 就算龙三位的这个龙弓秒出去 对面大唐应该也不一定死 除非抗龙了 因为他能扫啊 水量很多呀 半血 半血 半血啊 是是 到底是 对面可能这场PK 我刚刚说 对着双方都不舍得吃药 可能也就是为了把药攒着流点杀吧 虚弥直接封死 哇 这场PK 我觉得对面现在这个被动反而 哇 这个自在自在保握身上 没办法 没办法 对面速度太慢 就主上那边速度太慢了 这个你不可能 没办法 这个鸟阵 还是速度加成太高嘛 赶紧打醒 另外也是非常感谢龚平刚刚的那一波 疯狂的警鸣二次表情哈 真心说有些时候解说这么多年感觉 最优秀的解说就是每一位观众 真正好看的一些节奏 其实都是观众带起来的 嗯 开一下你们的马屁 有空的话 经常晚上六点钟到十二点钟的时候 来CC520看看我直播啊 钓鱼岛这边 目前这个劣势怎么说呢 有点 有点大 但是又不是说大到没得大 但是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面无论是优势再大 也没有地府的小死亡 只能靠自己的运气 大死亡宝宝能不能说是拍个大死亡 可能这个优势才能 让自己心里边更稳健一点 否则对面有再大的优势 只能是让大唐或者是龙弓疲于奔命 我一定要把这个尸体守住了才行 而且龙弓每一次去秒 秒宝宝的时候 宝宝都尽量不能神 主师那边宝宝如果神的稍微多一点的话 那烈势再大 也不至于甚至导致崩盘 选择控方寸 放对面女儿村出手 虚弥 但是对面已经是不管三千二十一了 要给主师那边吃一波大节奏 这个打得好凶 小死亡挂给对面的方寸 对 但是大唐已经是被虚弓给瞄死了 那主师那边这个点杀 仅能靠龙弓的靠龙点吗 龙弓抗龙 大唐归宿拉起长驱 好 守尸体 龙弓宝宝要守自己的尸体拉 有点难 龙弓我来看这次是群秒点 三千八的一个暴击 已经打出一个群秒的极致伤害了 但这边的龟宿并没有拉自个大唐 而对面虚弓一千二手势守住了 那这个就很难受啊 看一下能不能把对面方寸点死吧 是 是 是 应该是拉起长驱 诶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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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即便是龟宿宝宝也拉不起来的 对面虚弓已经形成了一波了 主上边感觉现在唯一的一个救命点就是四号位 因为这边的班若班若梦四号位是没有宝宝的 看他能不能出一只绝对慢的宝宝才行 这个没有拉起大唐没没点杀成功啊 这一波节奏有点伤 有点伤 对面虚弓出的太果断了 对 现在的问题是 亲不掉对面的虚弓就麻烦了 对 大唐死了吧 配速写风 少礼 苦驼 控苦驼 诶 但是还是罗汉让他抽出来了 这个罗汉面对这么多虚弓 就命罗汉的 长驱手势的 这个虚弓 这个罗汉还是挺关键的 看一下能不能扛住 确实 确实 就没有罗汉 没这个罗汉 这一批三号位的宝宝都很危险 是啊 诶 这只龚宝宝也立功了 一个普通的龚宝宝却打出了一个利劈的伤害 而三号位 哇 可惜可惜可惜 可惜 没神 对面 大唐头上 还有黑鱼铃膏 这一点必须要跟大家说的 对 玩大唐的一个队伍 大唐的一个物理系速丢势是最至至至至至关重要的 它的一个重要性感觉是排在峰隙之前的 我峰隙反正我出了两个 那一速丢 那也就丢了 但是物理系一速绝对是不能丢的 主少其实现在就看这边的一个孩子 孩子如果速度比对面的虚弥要慢 能拉起这边的三飘少女果 他这种时候方寸看催眠谁 我觉得方寸这时候用催眠会更好 他选择失魂 点了 点了 还是要继续再点 对 好 对面辅助 丢个大金给大唐 龙弓的防御感觉还是OK的 但是中失魂 这个点啥很难防住 对面还有一个高速的龙弓 等不进就龙弓出手了 这一次点啥 对面龙弓依旧是选择求稳点 单腾一手 没有选择群秒 我在想他如果说是催眠控 会不会更好一点 其实这边剩下的人呢 感觉也就是两个辅助了 那辅助你能用的花招 无非就是法术和特技 孩子不够慢 孩子不够慢 哇 那金心是太伤了 其实浩导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 现在很多辅战强队 他都已经是开始 培养那种隐身的龟宿童子 因为孩子的一个速度 现在已经跟不上 大多数虚弥的一个速度 因为不论怎么样 你孩子 但是有一个很尴尬的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用做题统一 对他属性 不会说是慢到五六百那种 而且没有办法用那个做题统一 来降速度 也对 也对 那对面现在来看一下阿辉普陀 没有宝宝 在对面优势这么大的时候 看对面普陀 会不会也再续一只群迷 没有 把宝宝控制一下 来尽量的保证对战方的宝宝的生死能力 再盖一个罗汉 这场比赛感觉转折的让人感觉 很意外 就是好像都没发生什么 瞬间就 观战方劣势了 对感觉在我那一秒钟的打脸 然后对面只用了一次点杀 而且用点杀完了之后的一些大节奏 就直接是把主持者这边彻底给摁住了 拉起龙三位 虚民应该不会点着龙三位群苗 所以龙三位应该是能够侥幸站住 这是隐身的狂暴 看一下怎么说 因为大家在选择首饰单位的时候 可能应该都是点着大唐的 哦 对对对确实 对 所以就放了观战方这边龙三位出手 看一下这个签速能不能有什么作用 哦 我觉得签速的作用也真心不至于说是太大 因为对面大唐还在这站着 就等着你大唐站起来 他如果说是签速单纯的拉一把大唐 他如果说是签速单纯的拉一把大唐 而对面的两个风系 我觉得两个风系不至于说是连一个普多都封不中吧 女儿清歌封地府 那凝神的方寸方普多 好的 方寸身上你有凝神 对 用最稳健的一个风系来封 而且还是失心封 失心封 在你罗汉结束的时候感觉 那人结宝宝感觉应该是 没什么 现在有点兵败如山倒的节奏了 这两枪的伤害一枪暴击八千 很酣畅 给了另一批 这场比赛肯定算是翻盘了 这场比赛肯定算是翻盘了 对确实 绝对是属于翻盘 而这个翻盘点 其实说白点就是因为对面大唐 当有物理移速 利用好了自己物理移速以后 抓住了任何的所有的机会 去反压制观战方这边大唐 对 虽然有小伙伴说 观战方这边拿到过物理移速 因为虽然是我们没有留意 但是 从对面点杀成功观战方以后 一直是对面物理移速了 观战方就再也没有拿到过物理移速 这场比赛肯定是太快了 地府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 去给这边走太多的抓 对面用这个大唐用的很漂亮 嗯 前面其实前面我也说了 其实我前我上一次说对面大唐用的好 抢速度抢的好 是在对战方没有崩盘 没有崩盘的那个时候 对 扛住了观战方那波强势推进的时候 我觉得对面用大唐用的比较好 抢到了物理移速 所以对面没有输 而这次再次说对面用大唐用的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对面现在大优了 对 在大优距离里边 其实也是可以体现出对面的一个优势的 就是自个儿分析毕竟是有两个 那无论是自个儿把控 就是把控优势的一个效率 还是力度 感觉都是满过我的 虽然有可能有些小伙伴可能说 对面龙弓其实力弓也不小 他这个确实是 嗯 面伤也好 点杀的时候的暴击 确实都很给力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对面大唐 的这个物理移速更重要 是是是 那当然更有的同学提醒一下我们说 刚刚的那个物件领域真心是自个儿作死 哦对 那个物件地狱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的伤势期 对 我觉得打BK的时候有些时候指挥的头脑往往是更重要一点 那个 那 那个 无件地狱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代比 对 确实 他 他就感觉 哦 我现在好像优势很大了 但我理解 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伙伴们已经跟我们说了 那几回合其实观战方大唐是有物理移速的 只不过恰好对面大唐在吃着黑云林高 恰好是把物理移速又刚刚拿回来了 对 观战方这边应该是算计的是 我现在有物理移速了 我开物件地狱点下 如果让观战方这边 哪怕假如他有预知能力啊 他直到这回合他是没物理移速 我相信他不会开物件地狱的 他应该就是觉得自己会有物理移速 只不过恰好被这个黑云林高恢复过来了 没办法 有点可惜 但当然理由永远都是比较苍白的 我实际上觉得 因为对于一个高端指挥来讲 他没有物理移速的情况下 开物件地狱的概率真的不高 对 他应该还是知道前面抓了几次 他拿过 可能他一回合拿到了物理移速以后 他就以为下回合应该还是物理移速 但是这样比K 龙宫的表现确实给了指挥很大的自信心 他感觉在那时候如果把无间领域一挂 那么龙宫的群表可能顺势会带走一个人头 而接下来的话一波须迷就可以把这边打死了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太自信了 对对对 龙宫 要不然就让龙宫背锅吧 对不对 表现太抢眼了 让指挥稍微有一点自信心膨胀 太自信了 觉得稳赢了 要推到对面了 打快点打快点 就直接开了无间地狱 龙宫 龙宫的发龙宫这样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感觉无可挑剔的 刚刚无论是二龙气珠拿到一个双杀 还是每一次大唐打成一个闪手的时候 他去补刀 以及自己个人的一个靠龙去点杀 成功率都是非常的高 这样比K主帅别的大唐多多少少 都成为了一个吸引活力的点 感觉自己发挥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大 没物理一粟的大唐啊 太被重了 只能是借助几次机会偷一偷伤害了 好方分想的一点多 来看这回是想封一下这边三号一个孩子 其实我们刚才只是分析了好几种情况 嗯对对对 真正真正是指挥大一了 还是预判错误了 还是这个失误那个失误 这些肯定是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我们更多的只是分析出来 所有的情况给大家 你们心里 你们心里应该有一也有一种情况吧 对啊 你们心里面应该也有一个自己 自己看到这场比赛的一个答案 因为这真的是一场翻盘 而这样的一个翻盘 能翻盘总是要总结原因的 对 你打出优势来最终赢了 这个其实打顺风局 还行 顺风局十个九十个指挥九个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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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指挥十个会 那倒是对吧 对我都会哈哈哈 但是就是这种会被翻盘或者是打逆风 这才是真正一个实挥 稳健的地方或者优优秀的地方 对 像对面 呃小梅沙是吧 就是感觉不是那么高调的一个队伍 但这样BK 还是说把这个双风系的这一个阵容 所以观战方为什么输 大家可以想想原因 我相信这场比赛录像 对于钓鱼岛来讲 后期也会去拿出来看一看原因的 做一点想反思吧 对 当然 还有下一场比赛 一会儿 一会儿就别看了 哈哈 有些时候其实就是像上一次看群终主路决赛的时候 都有过同样的感触就是 如果你要玩国标队的话 那么打法是要沉稳一点 会稍微好一点 有些时候不要太激进 国标毕竟是每一个指挥的就是基本功 基本功操作一定要扎实 不过对面龙宫描起来确实很痛啊 这个龙宫不科学我告诉你 前期 我用三个字来喜欢就是不科学 前面有龙战医院伤害高 我也忍了 但是到了中期就是没有龙战医院以后 我还是感觉他伤害好高啊 带了90万的战胜 他这样的一个输出 法宝可能肃穆星河叠起来了 这就不得而知了 对不对 只能说他伤害很高 具体原因 不想用脑细胞去分析了 没办法 可能对面藏兵藏的比较严吧 我们可能了解到的这些硬件水平 只是服 只是表面上 对面可能有 有后招 底牌并没有完全亮出来 对面小梅沙这个龙宫的灵力确实是很高 是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神好老板 对吧 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神链什么的太低调了也有可能 对是 报道的质疑也是有道理的 像龙宫现在神器的话也是 只提升了你单场的伤害 全秒的伤害的话 那不至于说那么爆炸 对 所以我说了 我是看他全秒伤害很过分 对对对对 好 这次来看一下宝宝也是感觉 你们就不要轮轰我了吧好不好 我自己走还不行 好的 最终要以对战方小梅沙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也